哈囉大家好我是小小 接著上集視頻我無意發現 這片島嶼裡居然有滅霸可以找碗 然而滅霸還能幫我耕地 有免費的勞動給我消磨的整能不要呢 反正我就開始研究要怎麼找碗滅霸 呃好像找不到配方耶 咪咪身上還有很多果木板跟果木的咧 難道不是用果木板合成的啊 看來又是空荒洗衣場了 耕地松哥也只能全靠自己了 幾天美味家禽我想他們應該也都餓壞了吧 唉沒有稻草人在這些小麥長的可真慢啊 不行不行這樣下去我們的溫包肯定會出問題的 呦吼還好稻草人是可以直接購買的 這下媽媽在也不用擔心我的生存會出問題咯 再來把稻草人放在田地正中央 這樣才能讓全部小麥都享受到加成 呃好像有水放不進耶 那就先在旁邊放一個白羊木板 然後連接過來 再用二段條上去放下刀草人 再把木板敲掉 OK搞定 水上刀草人這樣才不怕天氣乾燥而口渴吧 哈哈 再來看看有什麼有趣的東西可以合成 咦這是種小麥的滅霸 難道這就是作者說的免費勞動工滅霸嗎 需要64個小麥 OK問題不當問題不當 還好這裡的肥料很便宜買買買 我想我的經驗必定把這個滅霸給買回來 拿上肥料是非是非 眼看一早上過去了 終於收集了一組多的小麥 真相肯定夠了 為了防止滅霸到處亂跑 我還是先把周圍給圍起來好一點 按作者說的還需要一個箱子 OK一切準備就緒 滅霸出來吧 呃怎麼感覺這個滅霸憨憨的 哈哈 來小麥種子給你 你自己好好乾哈 哇塞 還真的就開始乾了 等一下 那個好像是不是還沒成熟啊 還是說我看錯了 我再仔細看看 我可不想他把我的田給毀了呀 啊還真的是沒成熟就給拔了啊 我的小麥啊 果然滅霸就不是什麼好東西 種地都不靠譜 氣死我了 不管他了不管他了 我還是繼續發展我的家園吧 晚點再來看看 說不定就學乖了呢 多弄點白羊木 繼續擴建我的平台 羊老師跟我說他們太無聊了 行我之後肯定讓你們折鬧起來 OK 這麼大就差不多了 尾狼的話跟羊圈對稱 還是用回白羊木柵狼吧 放上尾狼門搞定 這個圈子就拿來養牛吧 兩隻就夠了 慢慢養起來才有感覺嘛 怎麼回事 就蓋個牛盆貼又黑了 得乾了一天活我也是累了